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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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上個禮拜 大家跟著惠林學長坐 不知道感受怎麼樣 因為我們 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在 共學群組裡面就討論 可能每個人 有的是剛出學 有的人 是老餐 那大家狀況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利 我們的意義整個導讀 跟那個操作的 介紹 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 從頭開始來 那麼 務必要 無間陰眾 也就是說我們要相續 無間就是相續 陰眾就是一步一步來 不要漏 就是他那個程序 細緻的程序 我們就不要漏 那我們也想說 可能上個禮拜如果是 初學的同學 可能 一時半會沒有辦法能夠跟得上 這也都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剛開始介紹呢 這應該是屬於文會啦 文化是先要去了解 那待會兒呢 我在最後也跟各位談一下 在 殘修手冊裡面對安班鏈七種略育 先介紹的這個目的在哪裡 後面會有提到 那麼 我們就 先在 上個禮拜所談到的初入席四項裡面 在第二本禪修手冊裡面 它是 主要是怎麼寫的跟各位 做一個重點導讀 就是第一個是 入席 出席無間 內門風轉 始從 面門 鼻門 乃至極觸 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先 先看看 什麼叫做風啊 因為我是那個 以前我是學理工的 凡事我就要找定義 風有很多種 可能 也有人說是風喘氣息 也是風 風就是比喘還要喘 就是呼吸非常急促的 那在這裡的 在這裡的風的意思 就是也是在二十七卷 裡面呢 出入席是屬於 內風界 它在那邊是有定義 你可以看到 為此身中 內別風性 風飄所設 清性動性 非親父非直受 這個大概 我也不曉得大家 讀了以後有沒有Fu 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風 它不是非親父 不是親父 在友情身體裡面的 比如說指甲氏 對不對 血液是不是 血液氏 那個 席算不算 不算 因為它不是屬於 親父在身體友情裡面的部分 就是我講一個指甲就是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也不為阿萊耶士 所直受 因為是阿萊耶士要直受我們的四大嘛 對不對 它不是的 所以它在這邊呢 是其實 其實它有親性動性 所以都是因為呢 這個席 它 這個風性 它不是被我們的武運所直受的 這樣清楚 它就是為 它裡面有好多 什麼小刀鋒 就是痛鋒也是鋒 那個為 就是前面後面都有很多種 包括有 入出西風 這個定義我們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那個 我們這樣子 比較好 有共同的語言 因為老師有講 我們學指觀呢 我們現在所導讀的 按照老師教的 是從安班念開始 安班念就是我們的共同的語言 來進入 禪修的這個部分 學指觀的這個部分 那 在 安班就是有出入其事項 那裡面呢 我們就是 要按照 越是地論的 一整個 一整套的前後的 前後的關係 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當然有一些部分 比如說我們 有一些部分 老師有提到風傳氣息 那是另外一種說法 那個是 是急速的程度 還有 還有緩慢的程度的敘述 那這個我們要 我們都要很清楚 那在這邊的風呢 就是風信 在這裡 在這裡的部分 出席無間 內門風轉 使從面門 鼻門 乃至極觸 出席無間就是把氣吐進的意思 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剛開始 我們在有口訣也是先把氣吐進 還有我們入座的時候 上座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剛開始也是開口吐氣 也是 也是從這裡開始 無間就是 沒有間隔的意思 沒有間隔 就是馬上就要轉入席 出席無間 請問 請問出席無間 包括中間出席 想一想 有沒有 當然包括 無間 無間 沒有間隔 就是 立刻 馬上要入席 那當然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 學的就刻意把 入席之前 就是把 把氣憋住 然後 我們也認識到 出席 出席 就要入席這個狀態 那就是入席項的開始 那可能有同學說 這個項怎麼取 那我覺得不用急 這個是屬於慢慢體會的 沒有說 跟著做 然後你什麼都 都一次就會成功的 那 那個 那個可能是需要無間陰眾的練習 然後 內門風轉 就是 這時候鼻門 在鼻門這地方 鼻門就有處 你會辨別 那個席是 往內還往外 你這時候 就是當然是往內 向內轉 這是 我們只要注意的話 這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就會辨別 你還可以辨別是 尤其是冬天的話 一定是比較冷 你吐氣的時候 就是 就是一邊比較暖 因為有 像我現在吐氣 有時候會有 有真氣 那那個 那個 一整個眼 尤其是戴眼鏡的最 最明顯 然後呢 席就會向 內門封入 你的中央孔穴 中央孔穴是什麼 中央孔穴是氣管 直氣管 主要是氣管 進入 你的鼻腔 這應該是進入鼻腔 進入中央孔穴 老師有講是說 辨別內外轉 就是進氣還是出氣 它是意識的分別還是 還是深處 那是應該是意識分別 那應該是有前後 為什麼呢 意識分別可以分別三四 對不對 那 你一定有三四分別 你才能夠分別是 入 還出 那第二個 鼻腔 鼻腔 就是你有接觸那個 它的動性 那是 刹那生 刹那滅的那個 深處的 狀況 那這個部分 好 那它這邊 又有出息無間 任門封轉 我們已經看到任門封轉 使從面門 鼻門乃至急觸 它是說急觸就是急輪 就我們肚脊 身體腹部的位置 如果 你還 你現在還是一個不會護視 呼吸的人 你就先練習一下 怎樣的護視呼吸 那個 所以我們在練安排練的時候 有幾個議題我們要先澄清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不會護視呼吸 會不會很明顯的護視呼吸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不要我們練了半天 然後我們 不會護視呼吸 所以護視呼吸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還是一樣是 我們那時候就說是 左手放在胸前 右手放在肚子 你就吸氣 看你肚子會不會脹起來 如果會的話 那你就已經會了 如果很不明顯 幾乎沒有的話 那麼 你可以刻意的開始練習 就是各學長可以刻意的開始練習 慢慢來 那個 因為今天有講 肯定可以練習會的 肯定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我們的 我們剛開始 我們的習慣沒辦法做到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你看 你看 當你吐氣完畢的時候 吐完憋著 然後 吐完氣以後憋著 然後接下來就是進氣了 那你進氣的時候 腹部脹大 脹大以後開始進氣 進氣繼續脹 然後胸部也會 也會擴大 那 稍微展胸一下就擴大 所以各位可以 試一下 各位可以試一下 腹部進氣的話 展胸一下 胸也會擴大 但是腹部是比較明顯 腹部是什麼 比較明顯 各位同時間可以試 我現在講的是 叫做Slow Motion 慢動作 就是我們現在就開始 一段一段一段來解構 然後呢 非常慢的動作 我們先大概說清楚之後 你在做的時候 你再注意一下 練習 那通常呢 像很多我覺得學佛法 就是先要有夠慢 像學止觀一樣 大家心一定要沉下來 思考一步一步來 那就是 我們要把那個慢動作 一步一步搞清楚之後 面對境界的時候 自然就會 我們正念自然就會升起 這裡也有畫黑線的地方 這時候深夜變化 習相的變化 都是我們的觀察的對象 我們一定有變化 你吸的時候一定有變化 那問題是 你觀察的是 兩個點呢 還是四個點呢 還是呢 連續觀察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們… 這是我們未來要去練習的 然後這裡又 其實有問題 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兩個點 四個點 二取 二取就是說 進氣出氣 就是你有進氣的時候 我們叫做 取兩個席項 你只能辨別 進氣跟出氣 很粗的嘛 然後四個 四個席項 應該講四個席項 四個席項就是 那個入席 入席的部分 還有中間入席 出席中間出席的部分 但是中間出席的部分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先憋住 暫停的一部分 但是通常我們在呼吸的時候 都好像沒有憋住嘛 好像都沒有暫停就直接吐氣了 吸氣以後直接吐氣 所以… 所以就是說 這剛開始 就是 我們 我們在觀察的時候 可能只是觀察 有進有出而已 然後後來 我們會觀察 有進出之外 還有 庭席位 兩個庭席位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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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還… 還沒有… 是 路滿初空 對… 路滿初空 有四個點 對對… 暫時還沒有… 還沒有到中間入席那個部分 對… 還沒有到 所以… 所以佛法就是有… 這就是要有那個共同語言的部分 非常感謝 齊悅的問題 還有美會學長的補充 那我想是說 我們就是按照我們的共同語言 來去做溝通 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 我們不管路滿初空 這種… 這種辨別之後呢 那事實上我們還是要 重點我們是 還是辨別兩個形象還是四個形象 剛開始一定是這樣 到底是兩個還是四個 然後呢 到後來你就是 連續的觀察前程 連續的 觀察前程 全程 全程 whole process 就是你一整個程序 就是 生命隨觀生有沒有 就是你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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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 覺察到 不是看到了 就是覺察到 是那個意思 好 那就是說 就是從 應該是說 從點 而線 那當然… 當然你… 你這一整個全程觀察的話 你可能要有距離的觀察 老師有講過 那覺察就很重要了 好 那這個 這時候我們的覺察 覺察能力就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 我們還是回到論來這樣子 回到書的內容 課本內容 出席無間 他這裡就是講 出席無間 就是把剩下的氣吐光 內眉風轉 鼻觸有指 那個覺知 那這個… 這個我比較容易做得到 然後 吉倫擴大 這… 胸腔擴大 這個我們也可以感受得到 氣… 那個席綿綿綿密密的進到胸腔裡面 這時候 就是把你的席相的觀察 對照到文字相 就是我們做的時候 對照文字相 到底是不是這樣 跟文字的敘述到底是不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那個… 在操作手機的人 你剛開始第一次不會操作 你就一定要看手冊嘛對不對 你看手冊你去安裝 你按照時空 但是你久了之後你要不要看 你不用看啊 對不對 有點類似是這個意思 那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已經很熟了 就是說 我們根據文字相 跟真實的 我們的呼吸的觀察 靜氣的觀察 那個出席無間 內門風轉 使由面門鼻門乃至極觸 那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能夠 對照照我們的 入席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觀察到了 那這時候呢 文字相 要不要 再起不重要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說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當我們做到位的時候 就… 那個文字相 是工具 就好像說我們在… 我們在找資料對不對 對不對 字典是我們的參考是不是 對不對 那我們有問題 我們找字典 找完字典我們了解就好了 但是你已經了解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每次再去查字典了 有沒有 對不對 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如果真的已經了解 所以它是在武運生滅上面的一個觀察 一個過程 我們知道運用這個敘述去觀察 已經跟經論是很相似了 所以那個文字相不見得要再升起 那 那這樣呢 老實說呢 你就懂得 隨著論文文字相的描述 如實地去認識 如其所說習相的生滅 這樣的 文字敘述就是觀察武運 就是你…事實上它已經融入你去觀察武運的 狀況 就是有點已經像念著了 念著不是 不只是就是文字 念著是 去對照境界的時候 你能夠 印證 就是那樣 齊悅有沒有 我看 可以嗎 這樣講可以嗎 對照這個文字相有沒有 那文字相的意思是說上面的這一個 一大顆的這個地方嗎 入息 初息無間 對對我們先就談 初息無間 任門封轉 始從面門 鼻門乃至極觸 所以就是對照這一個文 對照這一柱 這個 因為你一定是 初息無間的 你要進氣了嘛 你要進氣的時候你有沒有看到鼻頭 然後從鼻頭裡面預知到 極觸就是 就是腹部 你知道你那鼻頭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絕受 腹部有沒有絕受 而且是綿綿密密的就有絕受 你看著他 他至少 這兩個點 我是說這兩個點 你一直在看得到他的變化 了解 好 對 這個是有一點重要 這也是那個 這個 慧庭學長也有提過 那個 那個 還是 隨行 隨絕 隨觀 你到後來那個 文字像是做參考 這點 非常重要 這點非常重要 那 所以依著論武 借著文師的正念 你會認識你身心的現象 而所認識的就是你武運當下 現前的 因緣生滅象 這種描述就是叫做入出席的志向 這樣OK嗎 這事實上就是講 就是那個意思 這文字像就是敘述真實的現象 它不是一個知識 意思是這樣 當你能夠用這個文字像去了解 真實的武運生滅的現象之後 就OK啦 這文字像就是參考 重點是我們自己要印證 有沒有漏 那比如說 如果有 不會互視複膝的話 你按照 你按照這個做 就有漏啦 你 你 你腹部沒有 沒有長大 所以就是要練習 人家就有意思 那 這個是第一句 第二句 網路不穩定 網路不穩定 第二句是 中間入席 入席滅雨 乃至出席衛生 與其中間在停席處 暫時相識 為席風席 其實這個 如果我們要練習 中間入席就是停席衛 這個不難 這個不能說不難 是你要練 他是 他是比較 第一個比較容易做到的 然後 第二個是暫時相識為席風席 這個就是功夫了 所以 其實在這裡 重點是 去述這個 中間入席 他的描述是入席 就滅雨 不是滅掉入席 是不再 不再有入席相 乃至出席未生 你這時候還沒有出席 你這時候還沒有出席 中間還有一個不出不入的狀態 不出不入的狀態 他就是 他就是停席 應該大家 很多人可能都有這種感受 沒有這種感受 我們就要練習 那有這種感受的時候 於 其中間在停席位等等 有暫時為日風起 他說這時候會有 一個 一個 將出未出的小小的席在流動 這個狀態就叫做中間入席 事實上中間入席他是 入席的 吸氣他是一個比較粗的觀察 那個 暫時相識為席風席 他是一個是比較細的觀察 比較細的觀察 我們那時候討論 比較細的觀察這時候 是因為我們是停席 停席的時候呢 你比較能夠觀察比較細的 細的席項 那這個細的席項是什麼 我就是可能看功夫 可能看大家的功夫 那在這裡就會有一個敘述 在第43頁 老師有特別講 暫時風起就是 暫時會有一個身心擾動 風是動向 會有一個擾動的感覺 不見得是息 不見得是空氣本身 空氣本身是有物質性的 風起的那個風 是指你身心的動向 會有身心的擾動向 叫做暫時風起 四動未動 你會感覺到他的擾動 你的心樂器 那種擾動的觀察就越敏銳 所以你隨作意 他會在微血管內細孔穴 就會有更微細的氧氣交換 那麼你身體的熱乃至於羞灼火 都是細孔穴的風起相 那事實上就是一個 講這個很詳細的敘述 他就是一個很細緻的一個觀察 那至於多麼細緻 那我想是說 我也不敢亂講 那個有二十幾年經驗的 惠林學長 也許可以跟我們他的體會 但是我覺得是說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這時候可能根據我們每一個人的 修行你的體會都不太一樣 都可能不太一樣 今天問題很多 太好了 阿彌陀佛 剛剛有講就是說 中間入席或者是中間出席 那因為剛剛美會有講到 譬如說以入席來說 我們有入滿出空 然後我們這個中間入席也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停席位 所以就是當我們吸滿 還沒有出在那個出空 這個中間的停頓的時間 雖然是說那時候我們暫時沒有出席 自己就還停住 可是我們的中央孔雀也就是說 我們的微血管 其實我們還是在血液交換的 所以這個時候也就是當比較近 或者是說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會感覺到 就像我們在指冠在打坐的時候 會感覺到那個血液循環的那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就指的就是 雖然我們自己沒有吸 那個氣還沒有出 可是其實我們中央孔雀的循環 血液的交換 氧氣的流動 其實都還是有的 我的體會我覺得是指的是 那種微細的那種流動 讓我擾動是 好像可以這樣子來解釋 所以這個是一個中間入席 那出席的話就出滿出空 空到入之間 那個停頓的空間 就是指的那個 其實還是一樣 血液的供應 那個呼吸 裡面內部的中央孔雀的一個流量變動 是這個 我了解了解 謝謝 那個 很顯然大家都會有一些經驗的敘述 我覺得這是 有一個像這種很細的觀察的部分 絕對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有一個方向 那個方向就是比較細緻的觀察 隨著你可能 可能你靜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 停息會 你就會感覺到很多不一樣的 很多不一樣的這一個感受 你在止靜的時候 你都會 你都會有感受 那我們講的直接的感受就是 那個細孔穴的這一個 這一個形象的動作 那這個算是 就是很厲害了 那我想是說 這個 這個目前是 是賢根會介紹有這種現象 至於 覺知到覺知不到不是重點 那是 就是我們練習以後 我們慢慢去 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練習 它自然就會 有自己的感受 好 我覺得是這樣的慢動作 可能更 大家更有 更有體會 那麼 出息 這個部分 因為就是反過來了 所以 所以事實上 就是 完全是反過來的現象 出息就是入息無間 外門風轉 外門風轉就是 你向外一定是從急速度急這部分 乃至面門或是鼻端或腹出外 看住息不出不入 有相似 相似風起的那種微細相 觀察這個 你看 老師就有講 觀察 你這種觀察到越細 你的心就越細 心越細 你就越像等持住往前 再更進一步 就是說 當我們觀察更細的時候 什麼叫等持住 就是我們九種心住 九種心住裡面最後 就是欲界定 就是無功用行 那這個我們未來 未來會再跟各位導讀 就是說 你觀察到越細緻的話 你就越止盡 你就越止盡 你的覺察能力就越好 覺知能力就越好 意思是這樣 然後 入息無間 就是腹部當然要吐氣都扁下去 胸部扁下去 覺知鼻輪 然後萬能風轉 等等等等 這就講完了 因為他剛好是跟那個入息是反過來的 這很容易理解 中間出息也是一樣是反過來的 所以很容易理解 他老師這裡講的是 已經講到是四個起項 他是有出息滅移 乃至入息未深 於其中間在 停息處暫時 那個相似維繫風起 如此輾轉 輾轉 就是這四項的輾轉 然後呢 喜有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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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出息無間 入息中間入息 入息中間入息 出息中間出息 如是觀察 就是反覆的 我們去做 反覆的去 這樣子的一個做觀察 那麼 這裡有個重點 刻意練習你的護士複習 就是 各位同學如果說 我們現在還不是很 很熟練這種方法 你一定要刻意 就立立應轉作業 立立應轉作業的時候 就是 就是你就是 試試看 就是非常刻意的試試看 就好像我們拉筋對不對 我常只是說我拉筋 那個手伸不上去對不對 我雖然沒有到 但是我刻意的試試看去 去越來越趨近他 那這是非常刻意 但是我還是沒做到 但是我會很刻意的來去 來去練習這件事情 那很多事情也都是這樣子 不只是練呼吸 尤其說我們現在有 年輕人很 很那個 很喜歡那個 重量訓練有沒有 健身的那個肌肉 練肌肉的 他也不可能一次舉很重 他也是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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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加重重量慢慢慢慢慢慢 一樣的 但都是很刻意的 然後他這裡也講 坐意放在你的鼻輪跟脊輪 鼻頭會有觸 脊輪就會有聲樂的覺知 鼻輪的觸會帶著意識分別 內門封轉 外門封轉 鼻輪就是 我們就事實上是腹部也可以 鼻子也可以 辨別其實腹部也是可以 這連帶 其實連帶的腹部 跟鼻子的前後關係就可以 你就知道是那門封轉外門封轉 深處會有緊 會有放鬆 鬆緊的深夜那是深處 比較鬆緊那是緊的 那鼻頭入出是抑直 剛剛講說 剛剛已經有介紹過 保持這個觀察就是 深處跟抑直的配合上面的觀察 他不是獨頭妄想 這點很重要 這是無欲的線觀 這個敘述就各位很重要 就是你按 按照這一個說法 你去練習 觀察你的深處 還有深處裡面 依據深處而有的抑直的分別 就是我們的抑直分別 那不純粹是抑直的分別 那這個就是現觀 OK嗎 沒有關係 那個我們可以再慢慢去感受一下 好 這裡又講 每一個文具都可以由你的深處抑直觀察形象 大家現在已經比較了解深處跟抑直的意思 那說穿就是 因緣深滅象 它就是 一直在做變化的因緣深滅象 因為我們還沒屬席 我們就是這種觀察就叫做六廟門的隨席 比較基本的隨席 如果我們有做到這四個席項的話 一支一支都是維持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們都一支維持這樣子 都有四個席項都做得很好 這叫做隨席 老師這裡又講 你只要隨著別人呼吸而呼吸 你看到別人是怎麼呼吸的 你就可以感受別人的感受 相不相信 席項跟你的受是相應的 這老師是學心理的 就是 齊悅學長也是學特教的 那你去感受別人的心理的話 老師是有這樣的講 如果別人呼吸很急促的話 它是一種意思 如果它是很平緩的 它一定很慢嘛 呼吸一定比較慢嘛 然後一直想要很急的要講 那呼吸就會比較快 有時候我以前我碰到有同事 每次他講 他就很急 每次講話 就喘不過氣來你知道嗎 講講講講 就一定要深呼吸 就是他講做就是太急了 所以我一直有跟他講你要慢下來 你沒事就是要慢慢的呼吸 那比如說我自己也有做到 現在真的這個慢慢的呼吸 從平常開始做 事實上我開車也有慢慢的呼吸 也有安班…就是也不算安班念 就是我就 就是注意我就是專注在呼吸 也是簡易的安班念 後來我有同事跟我講 那我開車的時候可不可以安班念 我說 你在剛開始不熟悉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不要安班念 那會出事情 因為你太專注在呼吸 你其他都忽略 除非你很熟 除非你很熟 你可以就是一隻類 你就可以就是自然呼吸 呼吸就當作你一個止靜的一個扶住器 那等地鐵的時候 等結音的時候也可以呼吸 所以這時候各位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 我們這裡這個部分就講完 最後就是還要 慧琳學長要我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在第幾頁 第47頁 其實這個單元 有三個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先觀察 我們先觀察現狀 就是觀察描述你平常的習相 就是你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你還沒有 我們如果還沒有按照論文的習相去操作的時候 你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就是說 就是離開論文習相的描述 依照平常出入習的樣子 先觀察描述 隨時能夠紀錄你所觀察的習相 隨著你文師越來越多 你對自己的習相觀察 就會越來越多元 就是你現在 我們現在可能已經有點熟了 你現在開始呼吸 你就可能會去觀察你的鼻頭 你會觀察你的肚子 對不對 但是這時候你完全不要去想那些 你可能只有習只有兩項出入習而已 不重要讓你去觀察 你純粹的 這就是覺知訓練 純粹的去觀察 這是第一點 老師那時候是上課的時候 叫我們就這樣子 觀察自己的平常習相的時候 就叫我們去寫 課堂的時候你呼吸 你自己呼吸 然後就寫 就是寫一大堆 然後再來第二個 老師就是 就有隨文念 按照論文的習相操作 盡量操作 就是刻意 以目前來講 它就是立立應轉作業 立立應轉作業就是很刻意的 很刻意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你現在還可能做不到 你需要很刻意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 小朋友學 你還不會走路 你要弄個學步車 就很刻意的 然後去觀察你的牽引頁 中央牽引頁今天會講 中央孔穴就是氣管 所顯現出席事項 依照我們論文當中 席有事項 加上兩種因緣隨文操作 那個去隨文觀察操作隨觀 我們課場上 多半是教方法 就是我們是教這方法 但是你要去練習 第三點我覺得也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練習 意思我們就要練習 我們不是做這樣觀察 保持一次一切時一切處正之而住 就是要保持這種警覺都常做儒式觀 保持修行日記 保持修行日記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第一個 你現在是在哪裡 第二個 你的差距跟論文的差距在哪裡 然後你一開始練習 你修行日記你有什麼變化 我們有沒有什麼進步 就是這樣子來去日記月累的去交叉印證 那就會慢慢慢慢的會進步 會進步 做那個 志向跟共向的作證 那這個都可能都講遠了 就我是覺得很實際的就是說 我們練習 我們每天練習 到底我們跟經論上面的差距有差多少 這點是很實際的 這點很實際 我講一個點就是說 好啦 那你可不可以去到 你可不可以按照四個席項去操作 順利的操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可不可以觀察到那個相似維繫風起 有沒有那種覺知 那我覺得如果能夠有的話 那就蠻厲害的 在這個階段就蠻厲害的 那這是我現在跟各位做的報告 我是專門 就是每個禮拜 我專門跟各位用慢動作解說 跟大家說明一遍 讓你有Feel 因為上個禮拜大家已經有操作過 操作過以後可能有的是很清楚 有的是茫茫人 但是就是因為各位學長操作過 所以現在在跟你講 你就非常 那感受性就會非常強的 謝謝各位 接下來由惠妮學長 好的 我分享一下畫面 我們也請美惠學長可以開始準備 老師 曉雲學長以及各位學長阿彌陀佛 我們謝謝曉雲學長 就是在老師的禪修手冊 有關於辨識 試習這個部分的一個文具液 來幫我們解說 那我覺得跟曉雲學長的那個文具液的解說 在接下來我們來做操作 我就覺得說會感受到說 那種對文具液的了解 那依照這個文 隨著這個文 然後依照我們的這個辨識習 再包括今天我們要加入另外兩個元素 這樣的慢慢來操作 我想這樣的一個隨這個文 然後隨著試習相的這個隨這個行 還有包括我們身體的這個深夜的帶影 我們這個牽引頁的 牽引頁的帶影 包括襲入我們這樣中央孔瀉的一個過程 我們就隨這個行 然後呢 隨這樣來隨絕隨觀 那我覺得這個慢慢慢慢的大概就能夠了解說 我們到底在做些什麼事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大概程序就是 會講初音源的文具液 就是我們說的七月液的第二個月液 那再來就是我們會做簡單的七支做的調身 還有八處的調身的放鬆 那我們也可以開始來觀察 如果說藉由今天這樣的機會 我們來觀察自己呼吸的習慣 那包括下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可以練習複視的呼吸 再來觀察我們深夜的不同 譬如說我們的坐姿啊 或是我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呼吸的時候 那個試習相的差別的觀察 那在後面呢 我們就是加入千尾葉跟中央孔瀉 兩個元素來觀察我們的試習相 就可以像剛剛小雲學長在文具液裡頭了 就整個試習的一個貫穿 我們就可以慢慢來做這樣的觀察 其實很多學長會很疑惑 為什麼說我們做安納斑納念 不是就是一坐上去七支做法調好 八處調身放鬆好了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開始學習這個複習了 這個複習其實平常大家也都很習慣 所以我剛剛開始學習這個安納斑納念的時候 就是從複習開始 那為什麼要先從這個七略義開始 其實老師在這個開始在講這個禪修 直觀禪修的時候呢 剛開始他在講七略義的時候呢 我其實那時候也是一知半解 但是其實我可能 我不知道其他學長的姻緣怎麼樣 我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姻緣 加上我揮一師父他也是教习 教乘坐的 那對於這個移權師弟論的這個七略義 這樣的一個特別的引述 我到後面就是當你已經有這個機會 你可以開始比較長的時間 來做這個安納斑納念的一個練習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整個安納斑納念的一個過程 它就是這七個像度 那你看看我們一定是開始就是 四個習促的一個認知 再來我們要知道說 會讓我們這個四個習促呢 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它是因為有我們的這個牽引頁 也就是有我們的身頁 我們這個身形 我們這是因為過去身 就是我們的一個夜行 帶來今天我們就需要是這樣的一個 習的相緒 入習出習的相緒 來維持我們這一期生命的那個受軟式 就是我們這一期的生命 那再來呢整個一個安納斑納念呢 它的所一就是你的身心 還有習行 還有就是我們說的上行下行 下行上行 包括說你所一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了 你中央孔線是我們可以大概觀察到的 那個粗的孔線 那剛剛窮租學長也有指出來說 我們的全身的毛細孔 這也都是 只是因為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粗啦 不夠不夠細 我們不知道說我們的那個毛細孔是可以呼吸的 當哪一天你發現你的毛細孔是可以呼吸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我們平常心比較散亂 比較沒有辦法去覺知觀察到 那所以呢 所以呢這個再來呢就是我們說的這個藝名 就是說我們知道安納斑納呢 它叫做陸出席 它也叫做風 如果同學有看了它呢 你看剛剛小羽學長講的那個風界 就是風大 那來呢它就是我們這個身形 身的一個夜行 身形 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說 整個安納斑納的一個過程 它大概就是這七個像度 那這七個像度的一個清楚的時候 你就更清楚 我們在做這個安納斑納念 我到底在做些什麼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要學長們 我們每個學長們呢 大家自己去去體驗 因為我的體驗跟 美惠學長的體驗 跟窮中學長的體驗 跟小羽學長的體驗是都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體驗 那聖賢們他們在文具獄教導我們這個樣子 它是因為它就是一個完全是全然的覺知清晰的辨識 它文具獄是擺在那邊了 我們就是一個學習者 所以我們呢不要說太有壓力 我們就是重要的還是篡習再篡習 精進再精進 那透過我們說的我們的聽文力 聽文力然後我們的思維力 我們的思維思維力 我們呢能夠意念它意念力 然後在練習的時候的我們的政治力 然後精進力 篡習力這六力起來 這個六力就是我們說的 在九星柱的過程就是我們這樣的六力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在學習安納斑納念的一個過程 那上星期美麗學長呢 跟我們講的這個祭語 這是老師曾經給我們的一個祭語 這個就已經是包含著七略意的一個內涵 就是隨觀於四處 緣牽引孔穴 依身心相應分別上下行 由鼻門其處取向安立寧 然後擬定心相續 這個擬定心相續就是你的心 對於世襲項的這個路滿粗空 就是會這樣的一個穩定相續的觀察 這都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學習共同學習的目標 所以其實小雲學長剛剛也帶領大家對於這個文具語了 就是說我們這一個對於我們現在目前呢 身體呢帶動我們這個呼吸 這是我們就隨著牽引孔穴跟中央孔穴的一個帶動的 習路習出 那表現出來呢 我們可以各種可以觀察的一個相傳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其實是實際上是帶著去操作了 牽引我們的身性去觀察它的習路習出 那當然我們給它安立啦 你覺得習路了就覺得好像有個習進入就有 你看你習路到我們的中間這個 中間入習的時候 你感覺它就是 因為我們這樣怎麼講 我們的這個幾處呢 到幾處的時候 幾輪這個部分已經沒有習路了 所以我們待會會知道我們是有兩個 兩個因緣 一個就是牽引頁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上身 上身分還有所有孔穴 所以習帶路到我們的幾輪 幾處的時候 你下面已經沒有這個習處了 已經沒有那個習的路了 你一定是就往上 那個是我們深夜的一個本然的一個反應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去觀察它的生面向 然後慢慢去尋思認知它的所依所緣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說 我們聽聞這個文具意 然後文字的一個文具意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就來操作 來做這樣的一個經驗 就由隨行隨觀 然後去覺知 覺知這個辨識這個文具意所要說明的意思 那這個剛剛小羽學長已經幫我們 大家都走過一遍的文具意了 那再來就是出因緣 就是說我們說入習跟出習它有兩個因緣 一個就是牽引頁 一個就是其處的孔穴 或上身分所有的孔穴 好 那我們說了 怎麼會發生這四十項的一個轉變 我們剛剛有講到的 第一個條件就是我們說的牽引頁 那由我們身體帶牽引 帶動我們的這樣的一個呼吸 那這是我們的深夜 就是我們這期生命 我們的一個深夜就是這樣子來維持我們的生命 這邊我們這個裡面這個文具 是我在這次禪修手冊是沒有看到這樣的文具 但是這邊的一個觀察 是你往後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去觀察得到的 也就是說你看我身體帶動呼吸的這樣的一個深夜 你憋 我們學著憋氣 憋氣 或是說你看我們如果在水裡淹水了 你根本是沒辦法呼吸的 所以就會 我們說的在水裡 你如果不會游泳 或是說你游泳游泳了 避氣 避到一段時間你一定要換氣 所以這是我們身心本能的一個反應 那這個是我們求生存背後的那個條件 那個條件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這個生命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所以希望有這一個穩定相續的這樣的一個喜路喜出 這個顯現出我們的愛取有 就是我們希望有這個存在有這個有 這一期的生命的一個存在的一個愛取有 能夠穩定的相續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是在很閃心的這樣的做我們的喜路喜出 我們平常的這樣很自然的呼吸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是很無忌的 但是很無忌的 但是那個後面的那個 我們生命的本能就是希望我們這個生命是能夠穩定相續的存在 當我們的呼吸如果稍微不順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一個受 自體的受就會覺得喜歡或不喜歡這個感覺 所以這種這種東西就是讓我們這個喜來操作 就我們這個深夜 它就會是這樣子不自覺的相續的這樣子的一個運行 但是我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後面 如果當我們的喜沒有辦法這樣的一個自主的相續的 這樣自由的相續的運行的時候 會不會受到那個逼迫 那個就是我們一個苦 就是一味苦的這一個苦性 那當然這個講遠了 但是我是覺得我們開始要來了解這一個牽引液的這樣的一個帶動身體的一個呼吸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去觀察可以去體驗的 那譬如說用胸部呼吸或腹部呼吸帶引都叫牽引 至於我們身體的動作都牽引 包括我們像閉了眼睛 我們就可以覺得我的手要往上伸 你看這就是你用你的意 你的意 意之 帶希望你的身體能夠往上 那個我們說的如果我們雙手往上的時候 它自然而然它就可以牽引你的手往上 這都是牽引液 那我們待會兒會來觀察 就是說用什麼部位來帶動呼吸的話 會引發我們呼吸是變長或變短、變快、變慢 就會有這個差別 那其實這個也就是說當我們為什麼先做這樣的一個試驗呢 就是知道說其實是不同的因緣條件 你的呼吸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你如果說你自己在做自己的一個阿納班納念的一個學習的時候 你的呼吸有時候會有長、短、急促 或是你長到不能再長 或是你呼出去的氣 呼到長到你都不曉得哪時候可以停止 會可能有這些種種就是變長變短的這些現象的時候 其實內心就一個支就好了 它都是正常的現象 也就是說它就是一個因緣所生法的現象 就不要去說怎麼會這種樣子 所以因為我們已經學習了七月異 我們會知道這個過程裡頭 你的呼吸就有長、短、快、慢這些等等 或是緊或是鬆這些等等 那這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自己的身心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說會隨著我們深夜帶動的變化 我們的習相就會有種種的差別 所以我們知道習相它是因緣所生法 好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牽引頁 那第二個理事習相的一個轉變呢 就是第二條件就是中央孔穴 以及我們跟牽引頁交互影響的一個習相的一個變化 那下面這些文字也是我們就是從老師在教導我們的禪修手冊的一個文具液 我覺得說稍要注意到的 那就是從鼻到鼻腔到喉腔到呼吸的一個肺液 包括你身體的一個肌肉的淫裂 就是說有些人他就很肌肉的 有些人他就是比較瘦弱的 或是你強健的那個狀況不同的時候 你就會 會整個一個中央孔穴的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結構的一個 每個人的因緣條件的一個不同的時候 那跟你的深夜的變化的交互影響 你的習相 我們的習相就會有這樣種種的變化 像包括有學長就跟我說我就鼻腔啊 鼻腔啊我就看不到我的那個習相 你看他跟我講這樣的時候 我就是 我如果像現在大家聽到我的聲音 大概就有那個鼻音 那就是有鼻腔 可是當你知道一個人如果長年那個鼻腔的時候 他怎麼去去觀察他的習相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有那個同理心 那其實當我們學到這個安娜斑娜念後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每個人的那個狀況 狀態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現在下面我們會開始 還是做我們的那個試習相 那包括加入我們的這個千影葉針 中央孔穴的一個帶動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文具魚大家也知道 第二個文具魚就是我們說的千影葉 第一個條件就是千影葉 第二個就是我們說的我們的這個企輪 企輪的孔穴還有我們上半身的所有的這個身分的所有的孔穴這個部分 那其實它還是一個深處跟異根的覺知 那這一個部分還是要去練習 就是說你還是帶著這個有距離的觀察 為什麼深處跟異根的覺知它會是相結合 因為我們知道說前五是它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帥兒 就是一個觸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第六意識它的分別它就會跟著下來了 這個是我們就是這樣巨型的第六意識 我們就會開始來辨別 那因為我們學了這個維世 知道說它這一個部分它是有一個分別 那是就我們身上的一個觸手會有這樣的分別 這樣整個一個當下就是我們的五運 就是我們的整個一個習的習相 然後這樣的一個設法 會有我們自體受想型 就會開始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辨別 那了解到說原來五運就是這樣的運行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就先觀察我們當下 現前的那個自體受 然後去觀察我們的受 你就會感覺到你喜歡啊不喜歡啊 你覺得有緊啊有鬆啊有冷啊有軟啊長啊短等等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會保持一個有距離的去觀察 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覺知 那我大概就是先把這個文距離再跟學長們大概分享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它盯選在那個五到十組 那個小組的那個視頻 開始我們現在還是先做一下 我們先做一下七支的調升 還有就是八處的一個隨向的放鬆 這個八處的調升跟放鬆 我們先頸頸部分頭擺正 頸部擺正 大家學長們是不是做好了 然後呢一樣我們的唇肩 很自然的看看美慧學長 他雙手已經擺在膝蓋了 然後最肘 然後直腰 讓我們的身體能夠端直 讓我們的身體能夠端直 感覺在擺好了以後呢 提臀直腰 好 那我們呢可以盤腿了 這時候我們就盤腿 是的 好 那我們把 對先把我們的那個坐墊 對 慢慢來沒關係 好 好 戴腳筋蓋上 整衣周正以後 醉軸 層肩 含胸 好 手印 開口吐氣 這時候頭部呢 先擺正 頭頂旋 收下巴 正緊 頭開始吐氣 看看每個學長 身體的狀況 吸氣後 慢慢的吐氣 吐氣不要太用力 然後慢慢的把氣吐出 觀想 觀想身體所有脈絡不通的地方 把那個脈絡堵住的濁氣呢 都吐出來 好 然後 唇舌安置 你的就閉口 然後你的齒 阻著 相阻 舌向善惡 然後 何言断光 好 我們要做八處的放鬆 喬身 放鬆 吸氣 呼氣 好 把你的注意力 頭頂旋 放鬆 呼出去的時候 就把你注意力頂到你頭頂旋 然後在呼氣的同時就放鬆 吸氣 呼氣 收下巴 放鬆 吸氣 呼氣 正緊 放鬆 學長們如果熟的話自己就可以做 吸氣 呼氣 醉肘 放鬆 吸氣 呼氣 好 我們透過那個醉肘引肘的力量 我們的肩就自然放鬆 所以層肩 放鬆 吸氣 呼氣 含胸 放鬆 吸氣 呼氣 提臀 放鬆 吸氣 呼氣 直腰 放鬆 放鬆 好 剛剛是由上往下放鬆 我們現在做一個由下往上放鬆 吸氣 呼氣 提臀 放鬆 吸氣 呼氣 直腰 放鬆 吸氣 呼氣 含胸 放鬆 吸氣 吸氣 呼氣 吸氣 吹肘 放鬆 吸氣 呼氣 呼氣 吹肘 放鬆 吸氣 呼氣 吹肘 收下巴 放鬆 吸氣 呼氣 頭頂弦 放鬆 吸氣 下面我们的一个操作试验 学长们就跟着我们来做看看 趁着我们现在感受到我全身 知习入知习出放松 知习入的过程知习出的过程放松 这时候呢我们来观察 我们是属于鼻腔的呼吸 还是胸腔的呼吸 还是呼吸就是用我们的腹部来呼吸 我们先做一个观察 我们刚刚小云学长有跟我们讲了 我们左手掌来贴紧我们的胸部 左手掌 我们前美会学长示范 左手掌贴紧我们的胸部 右手掌呢就贴紧我们的腹部 好你先用你自然的平常的吸气 呼气 好观察你会用身体哪一个部位帮忙 牵引你的这个席路 好我们试看看 自己试验看看 吸气 呼气 是不是只感觉到胸部扩大呢 还是只感觉到腹部扩大 还是你腹部扩大的时候呢 胸部也跟着扩大 还是你腹部跟胸部呢 都不动 好观察一下 吸气 呼气 我们做这样的观察 就很自然的 放松 吸气 呼气 放松 观察 好 我们呢 现在趁这个机会来练习一下 鼻息 口吐 护视的呼吸 一样 我们一样贴在胸部跟腹部 我们先吐完气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把气用吐完慢慢吐 吐到没有气的时候呢 就憋着 先憋着 然后呢 带动我们的腹部 就是我们的脚部就是我们的脚伸 就是我们的脚伸 就是我们的脚伸 那个脚伸呢 带动我们脚伸开始吸气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脚伸 有那个牵动 然后呢 继续让它呢 让你的腹部这个脚伸呢 牵动 让你的息吸入 试看看会不会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腹部的齐轮 你的气如果慢慢进入 你的齐轮你的腹部会慢慢的脏 这样的一个过程 胸部是不是也会微微的跟着扩大 你可以稍微把那个动作做大一点没关系 去感受到 继续静 所以呢 就吸满整个腹部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你入息然后满 入满 那个息就会在你的腹部有满 好 一直吸 吸到满了以后 你看我们旗下已经没有那个 我们中央口穴了 没有那个息露了 自然而然 你这时候先憋着 如果满了 没办法再进那个气憋着 然后慢慢出 出的时候 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腹部是不是有慢慢的扁下去 这时候还是用腹部来带动你的呼气 出 那出的过程 胸部是不是也跟着扁下 继续出 然后呢 我们把气呢 呼出 吐出 慢慢的 慢慢的呼 这就是我们说的 出 出 刚刚是入 满 现在是出 然后呢 把气呢 都呼出去了 出 空 学长呢 还这样子 一样 依刚刚的次序 我们先 吐完气以后 先憋着 这个是我们在练习 我们正常的安纳班纳念不是这样 正常的安纳班纳念已经很 很能够相续的这个 这个息露息出的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在练习 让我们的觉知 那这个也是老师的慈悲 他在这个教学手册 他是用这么细心的方法 让我们去察觉 所以呢 我们吐完气以后呢 憋着 然后带动我们的腹部 开始吸气 继续继续站 继续继续静 静的过程来观察 胸部是不是也跟着扩大 然后你的腹部 是不是开始满 吸满的腹部 好 吸到 已经没办法了 你也没有下面也没有吸入了 你当然就会开始怎样 出 还是腹部会带动出 不出 不出的话我们就不舒服了 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自体瘦就会不舒服 这就可以看看我们的深夜 好 出 然后胸部是不是也跟着扁下 继续出 然后把气慢慢的 吐 吐进 这一个鼻息口度的腹式呼吸呢 老是在 就是在我们第二册的禅修手册的 五十一 五十七页 它有几个 质问 几个观察 几个质问 那学长们 等到我们 课程完毕以后 再去参考 那这里呢 跟学长们报告就是说 为什么要练习 互部呼吸 那我现在没有互部呼吸 怎么办 我如果要学习安那般那念怎么办 其实都不用紧张 就是我们就是慢慢的练习 这个就是要串息 慢慢的练习 不要急 那如果我们行能够变长的时候呢 在我们在做这样的安那般那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方便的一个观察 这时候因为我们的身心会变得很稳定 好 学长可以持续再多做几次 互部呼吸的一个练习 好 先吐完气 憋着 带动我们的腹部 开始吸气 感觉那个气 一直静一直静 然后呢 胸部也跟着扩大 这时候我们都保持放松 呼吸本来就是我们一个本能的 本能的会的动作 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去好好观察它 这很可惜 所以其实我们要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深夜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方便的力气 不要就放着太可惜了 然后静的过程 我们观察胸部是不是跟着扩大 吸满整个部部 这就是入满 吸到不能再吸了 无吸入了 启轮无吸入了 好 我们就可以出 就只能出啦 别无选择啦 你看我们的一个不自在 没有办法做主 只能出啦 好 那就让它出 慢慢出 那 那 腹部也跟着 会扁 胸部也跟着扁 好 我们现在呢 再来观察我们深夜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深夜的变化呢 跟我们中央孔穴的一个状态呢 是怎样的交叉的影响的 我不晓得学长 可不可以就直接控 先坐意一下 用你的鼻腔去呼吸 就是坐意一下 用自己的鼻腔去呼吸 就吸进去就呼出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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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试验 这时候你知道你的洗 鼻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一个觉知 深处 你吸的时候那个深处 然后吐出去 呼出去的时候 那种觉知 用异叶去分别 这时候你会知道你的洗是 你会对它有一个文字的描述 对不对 虽然是你的鼻腔的 的吸跟路 那种千里叶的带动 但是你会对它有一个描述 就是知道那个洗是怎么样的 试看看 学着看 用鼻腔 平常我们大概没有做这样的游戏 动作 好 那 如果我们的鼻腔大概有观察到的 我们看看胸腔 用胸腔呼吸看看 好 先 让我们的这个异叶 作意 让胸腔来呼吸看看 就到你的胸腔以后就先 就呼出去 好 这样的一个动作 跟你刚刚鼻腔的呼吸 互相关带来 觉察看看 是不是不一样 好 如果觉察不出 你可以先再用鼻腔吸看看 然后胸腔 这些习相会在你的安那般那念的过程都会发生 好 会因为你深夜的一个变化不同 你中央跟你就是 就是你的牵引液跟你中央孔械的一个交互影响 就会影响我们习相会有各个不同 所以这是靠我们现在做这样的一个试验 我们来观察 好 那我们如果用腹腔来呼吸呢 刚刚我们知道用我们的腹铺来牵 来带动我们的呼吸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息入息出的观察 是不是不一样 好 我可以坐姿 当我的坐姿我先把我的这个 这个双肩先稍微往后 然后我的头 稍微往后仰 我们刚刚是很正确的坐姿 可是我的头部 我的这个 我的胸如果稍微往后仰 胸往后 然后来做一下这个喜入喜出的观察 看看 是不是又不一样 这是我稍微头往后仰 这是我稍微头往后仰 我的胸稍微比较坐意的往后 往后端往后这样扩张 那个喜是不是不一样 好 或是我的头往前垂下去了 垂下去了 整个胸往前面窝起来了 好 我们来感觉一下 还是坐喜入喜出 那个喜相 是不是那种 深处的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觉察 学长们 是不是能够认知到我们这个深夜的一个变化 我们牵引夜深夜的一个变化 还有跟我们中央孔穴的一个交互 的一个影响 我们的喜就会有不同的状态 好 这种不同的状态就随着我们这样的 我们能观的一个宽度 我们就有多少就能够观察 那都是保持 当我们很在做安那班那念的时候 我们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平稳相续 那不是说没有生灭的 你看你的喜 还有你的这个深夜 那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生灭相续的时候 你都能够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辨识 那个全然的觉知 清晰的辨识 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可以了 就随着我们可以能观的那样的一个宽度 我们就有一个 一同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差别 就是保持放松 稳定的看着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再来 从我们的 试习向的一个 练习 再加入我们两个严肃 就是我深夜的牵引液 跟我中央孔穴的一个牵引液 的一个带动 好 我们还是来练习我们的 这个 这个试习向 嗯 老师在教学手册呢 他让我们先 譬如说出席 无见的时候 然后你要内门疯壮的时候 在出席无见的时候的那个 中间的那个暂停 它是让你感觉那个feel 当你那个整个 我们说的全席 就是 入席 中间入席 出席 中间出席 你头可以全然的觉知的时候 他的那个feel就是那种感觉 不是你刻意要去憋住在那边 你的席入入入到你中间的时候 它其实是无间 但是中间会一个中间入席的那个 维系风洞的部分 是我们觉察不了 但是你 我们比较粗的感觉 就感觉他有一个暂停 那你 你已经没有在席入可以 席入可以入了以后 你就会往上就出席 还是出席无间 中间出席 所以他到后来他是 他会是这个试习向呢 他的那个 那个察觉呢 就会很清楚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 教导呢会让你先憋住是让你感觉那个中间暂时停的那个feel 有些学长们就说 哎我只有两个席 那没有关系就是你慢慢的 慢慢的去 去开始串席去练习 那那个feel就会出来 那现在的我们这样的练习它是让你有那个feel 先你就吐气 出席无间 先往外吐静 稍稍憋住 这时候就是我们中间的 出席那个 那一个那个部分 你入席已经你看嘛 你憋到不能再憋你的深夜就会带动 会席就会入 所以出席出镜了以后 好 这时候 节肢鼻头有处 你就会有一个这样要入席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是你体验那个中间席的那个feel 好 然后入席 就准备要入席就是我们说的内门 内了 入了 往内了 内门封转 席向就会开始转向内门 这时候鼻门有处 就是内门封转 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有一个席就往内 往内 下流动 进入我们的这个就中央孔穴 鼻腔 口腔 到呼吸的肺液 这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你 开始会腹部呼吸的时候 那个腹部呼吸你就会知道 入席的时候那个 其处 腹部呢会开始扩大 你的胸部也跟着开始慢慢扩大 吸慢慢的入 其轮先扩大 胸轮扩大 慢慢的入 好 吸满了腹部以后 没有息路了 稍微憋一下 去感体验到那个中间入席的那个Fu 好 它就是那个Fu 当你以后入满出空它就是那个Fu 然后不再有入席向了 入席灭移 这时候 那个中间入席的那个Fu 好 然后呢 憋到不能再憋的时候 这时候就出席 再慢慢出席 出席无间 外门 风转 这时候我们的腹部会开始也扁缩 胸部呢也会扁下 然后 席就会出鼻端 就鼻有处 这时候鼻也有处 去感受那个鼻 席的那个鼻处的温度 好 感谢观看 出息无间 鼻有处 内门风转 息由腹部 慢慢带动你的息 入入入 入到你的腹部脏满 你的胸觉察到你的胸也是慢慢随着腹部的脏 胸也会开始扩大 满了以后 入息灭椅 中间有一个站歇处 感觉那个站歇处的feel 然后再出息 出息无间 外门风转 出息无间 然后你感觉到 那个鼻有处 入息无间 出息无间 内门风转 入息无间 入息无间 外门风转 出息无间 中间鼻有处 中间有一个停歇 中间有一个停歇 然后内门风转 中间入息 common风转 COM 入息无间 pción 气愁 中间有一个暂时的停歇 下 中间有一个站 cinq key 中间有一个暂时的停歇却 鼻右触 出息无间 中间稍微停 然后再来就是内门风转 鼻右触 息一直入 入满 到中间 入息有一个停歇处 感觉那个腹部的满 没有息入了 再来就是入息无间 外门风转 出鼻右触 这样是息相 还有包括我们迁移月 的带动 息相的状态 都是我们观察的一个对象 保持稳定 放松的观察 用我们的深处去认识 意志去辨别 每个人 每个人会随着他 的深夜 还有他身体的一个结构状态 是不一样的 好 好我们今天操作的练习就到此 我们请美丽学长 来 学长们可以慢慢的做议 放下议员 好 然后就稍微做一下按摩 这个时候我们就请美丽学长来帮我们做总结 非常感谢惠玲的帮忙 让我们星期四的早上体会那一份的宁静 我们透过学习安班念的所缘有几项 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始体会恶曲 能观察的心 观所观的境界 这个所观的境界就是我们所取的安班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第二个提醒就是 它能够提高我们的觉知的觉察力 第三个呢就是体会这个习的差别像 从刚刚慧玲分享当中 就有说很多像的一个差别 可是这些的差别正在显现 因缘所生法 这个呢 虽然看起来只有安班念 可是它一样通教理 所以是理跟士这两项呢 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安班念的学习 其实实际上它是通教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一件事呢 虽然安班好像很简单的这个样子 可是它也同样带我们走向四地十二姻缘 先这样的简单的叙述 往后的部分也让我们的班长 或是慧玲多多的分享这一个部分 我其实在那个聊天室里边我也放了 也放了就是说当我们在看我们的安班 这个安班虽然你认为它只有吸跟吐 可是呢 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感受到它的中间 因为你有一个不入不出有一个很勉强 要把它一定要吐出去的那一个新的座意 那个新的座意就是中间嘛 所以说很难也没有很难 就是慢慢的你可以练习 练习就可以体会到这个中间 所以妙老就常常说 所谓的长息呢 是鼻子到脊轮这一段叫长息 中间的入息跟初息 就是他所说的短息 所以长息跟短息的界定呢 跟可能一般的外面不太一样 以及就是说我们学于且止观的部分 它不是只观你的鼻头 也不是只观你的腹部 这一点要先能够确认也确立 所以我们的全程是要保持有距离的观察 不要先多相 不要先去取相来分别 我们先能够对这个相的整个过程里边 用一个老师教我们的口诀 保持有距离的观察 保持全然的觉知 这两个法要从开始到这个安班 到往下走都一样是这个法要 好 谢谢 我们继续下一个部分 上个礼拜我们有谈戒禁四音的部分 我想从六门教授席定论里面的这个说法 它的彻底是这样子 求戒禁有四种音 就是更利于于是之量 觉悟于且正直而住 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戒清禁 那戒清禁又是我们的定之良 就是定之良里面戒清禁是最关键的 我们上个礼拜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然后第二个我们到戒禁四音 戒禁四音就是我们用老师的寄送 还有对于主要的这一个 算是科办里面的主要内容的部分 跟各位大家做介绍 那更利于就是密乎根门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只讲那个寄送 防守常委于正念 那也就是说我们防守 我们就是要获得正念 然后常委正念就是要相续的 不实的如理作义 而且要一步一脚印 每一个程序都不能漏 那念防护义不取向就是不只取向 然后如果有的话 心流入修更利于 那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都一直保持 可以渐渐的不保 都保持到不取向不取水好 行平等位善安住的部分 那于是质量里面呢 有试剧剧就是正施则 八种过患 八种过患就是受用过患 转变过患 还有追求过患有六种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吃呢 是为了要修 这为之生修诸凡恨 就是要修生口意的情境 那我们吃是不得已的 就是如食指肉受于食 那无罪安稳离两边呢 就是说过于不及都不好 在九五余权这边呢 他事实上就是二十四小时的作息 他主要就是精行验作除五块 主要就是除五块 除了除了旧情之外 仰习如法又邪卧 铸光明正念正知思为奇想 彻底心 铸光明想 像我们刚刚下课的时候 那个齐悦说不要讲 他就是说我们要有 我们要有生光明 我们生光明可以让我们 取佛的光明像 或是取外面的光明像 外光明像 然后以这个为缘呢 然后去寻生观 然后让我们的全身放松 然后呢还有正念呢 也就是说 就是今天 这边的一整个 精行验作呢 都很有收获 正知呢 就是如果有 如果有思念呢 要会正知而返 思维其想 策立其心呢 就是说 明天还要定时起来做 同样的这个工作 来去除五盖 就是思维其想 策立其心 我们要有这种警觉性 正知而助呢 就是 算是验收啦 就是说 有行食注食 前面是行食 后面是注食 往返 赌摘以屈生 就是圆赌近摘 往返屈生业 当然是手跟脚的 才身体要动 迟一拨饮食 蛋肠 就是 穿的跟吃的部分 还有 这注食呢 是精行验作觉悟事 觉悟就是觉悟学的部分 雨末 勞遂正知注 就是 你要讲话的时候 你没有讲话的时候的异业 还有解勞遂的时候 那我们都要正知注 这个总说 跟各位做这个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根立语 的部分 上次是 上次是有讲到 就是说 我们来看 就是 广分别像的部分 广分别像的部分 就是事实上 他讲的是密乎根本 密乎根本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密乎根本就是总包 就是防守正念 常委正念 念防护欲行平等位 这是 我们的能的部分 所的部分是防护欲根 跟修根立语的部分 在防守正念的部分 我们上次也就是说 其实 根立语 重点还是防守正念 也就是我们 我们平常的文师修 平常文师修的重点 那获得正念 那 常委正念 刚刚也就讲过 无间跟尾系的部分 就是不思念 那有不思念的认识力 这样子能够 制服 那个 色身相会触法 也就是我们可以除五干 那这时候呢 你看我们有常委正念之后 念就可以防护欲 那我们上次有讲 念呢 是有五句意识的部分 还有自然无意 就是独头意识的部分 两个都一样 就是 当我们有可爱色 色就是 可爱色就是外境 色就是相分 将生软拙 将生软拙 一步可爱色色 将生真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起念真上意 这时候 那可以防护不起这个 非如你作意 就是 让那个烦恼不深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又可以看到 他在这里呢 就是 所谓的分别意识 的部分 就牵绍卷一的那个 五星相续 就是 卷语里面他是有讲 这是 前面呢 当我们眼识要生的时候 三星是可得的 第一个是帅耳心 帅耳心是只有 只有眼识 就是五四 只有眼识 就是叉叉叉叉叉叉 他是跟 他就是 自行分别 还有呢 五句意识就是寻求决定心 决定心就是决定的名言 他这里讲呢 初识眼识二在意识 决定心后放有染静 你决定了那个 那个 明言之后呢 放有染静 就是爱非爱 才会有爱非爱 才会有染静心 然后才会等流 意思是这样的 那好 那我们现在念防护意 我们又讲掉 我还记得那个 查案经里面有未患理 我们怎么防护一定知患 我们一定知道他的过患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过患 那我们怎么 怎么离呢 怎么会有那个念头 这个正念的念头可以出来 可以让烦恼不深 贪嗔痴不深 所以那个 知患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就想是说 因为尽量每一次都讲个故事 我就 因为上次 之前的 那是之前也有的 就是知患的部分 很重要 就是当 当我们 有那种念头产生 我们那个知患的心 就是对四地十二因缘都很清楚 除这个之外 那我们知患 知道妙武裕的过患 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不敬观 对不对 那也是知患 那 那个患的部分 在六品群诗里面 就是 那时候修所成绩 那时候老实说不用讲 不用讲戏 那患的部分 他事实上这里就有讲 妙武裕 他是有很多过患等等 这是 在这边 他是讲理 那我倒要讲个故事 知患 我那时候学 在第三阶法相中的时候学 对 所谓的妙武裕的过患 对有个故事 非常深刻 就是 我都记得五滴蜂蜜 五滴蜂蜜就代表妙武裕 他这是佛说辟语经里面 就是说 于无量劫 时有一人 由于旷野 这就是在旷野中 为二相所足 被 被那个二相 追逐 不走无一 那就是 就是走无路 就是 跑到没地方跑 见 一空井 旁有树根 寻根而下 就是 寻根而下 就是 就藏在井里面 有黑白二鼠 互虐树根 那是蛮惨的 你再下去 他那个 他在咬树根 这边 于井寺边有毒蛇 寺边还有毒蛇 欲遮其人 可能还要咬他 下还有 最下面还有毒龙 这个人呢 心味龙蛇 恐树根断 这是他心里 就是 很害怕这个龙 跟那个蛇去伤害他 又怕树根被老鼠咬断 但是这时候 树根有蜂蜜 他在有蜂蜜 五滴 那个 醉口 就是 就是五滴蜂蜜 那是 你一点点的那个 一点点的 欲望 欢乐 一点点的欢乐 但是呢 你在 你看 你在旁边的那种状况 真的是很危险 树 摇风扇 下遮痴 还有 蜜蜂还要去咬他 还有野火腹来 那个 烧燃此树 等等等等 这是 除了那五滴蜂蜜之外 其他都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耳食世尊 告言 他在讲这个辟育 是讲什么呢 就是 旷野 欲 于无名常业 旷远 就是无名常业 言彼仁者 欲于益生 就是我们流展的友情 相欲无常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 没有常性 井 这个井 欲生死 显岸树根欲命 就是我们那树根欲命 那个树根 但是那个树根又黑白两个二属欲 昼夜 那个虐树根者欲念念生命 就是 你就是生住意命 就是一只 一只昼夜不舍 其四毒蛇欲四大 就是那个地水火蜂 蜜欲五欲 蜂欲学诗 火欲老病 就是除了 你可以看 除了那个五滴蜂蜜 没有一个是好的 毒蛇 毒龙欲死 这里后面是重点 事故大王 当之生老病死 甚可不畏 常因思念 勿被五欲之所吞破 就是 你不要因为那个五滴蜂蜜 让我们永远流转在 这个 三界六道里面 连天人都会流转 所以 所以这就是说 不要因为这个五欲 就是 我们从这里 就很明显的那个 我就一直记得 非常深刻就是五滴蜂蜜 更要记得那个 不要因为五滴蜂蜜 那个 因小失大 ok 这个故事讲完了 这对大家有交代 那我现在 来 继续的 好 心平等位这边呢就是 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有念防护义了嘛 这个 这个 有 比于 此非礼分别 煩惱 亦 善防护义 就已经已经防护了 正行 正行的时候 这是比较属于 这个常伯法之的 这个写法就是 我们正行的时候 这是属于比较官的 的部分 是善法舍 舍是什么意思 就很重要 舍就是 无贪 无称 无痴 精进分 就是 你行善法 你一支会舍掉 你一支会有 无贪 无称 无痴的精进分 舍掉杂染的意思 行善 舍杂染 这点很重要 那无忌的部分 就是不随进转的部分 也就是老师是讲说 我们在做公桥燕明 行柱座位的时候 这属于执法的时候 也是舍杂染 游是说明行柄等位 那这时候舍杂染就是 老师在手册里面就有讲 就是不分不掉 那我觉得至少这时候 就是 老师也有讲是受舍 那至少我觉得是 无功用道 在就是粒粒应展座域 到无奸 有奸到无奸到无共用行 大概无共用行的一个部分 在变二项 刚刚讲的就是能的部分 就是防守正念 常委正念 念防护意 行平等位之后 我们还要广变二项 广变二项是什么 总举 能善防护 云何 云何此 与此非礼分别做 分别起烦恼意能善防护 到底什么能善防护 什么能善防护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几个之后呢 就是防护株跟什么 什么防护 什么哪些是善防护 就是 其实那时候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学习的时候 对不取其向不取谁好 我就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呢 比较没有感受 那不取其向意思就是不取其向 我们刚刚讲了 五心相续里面的前三心 有没有 第一个是什么心 帅儿 第二第三是寻求决定 你寻求决定的时候 决定的时候 一般来讲你决定就是 有名言决定了嘛 名言决定就是二取 二取的就是 一般来讲二取 我们就是直取其向 直取其向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还有什么 染进心 还有等流 你染进等流的时候 你就会起谁好 起谁好就是起贪嗔痴 我们用五心相续的这个概念 就会比较清楚 有没有 你做不到怎么办 就有时候思念 所谓思念的时候 你烦恼就起来了 你就有贪嗔痴就起来了 那起来的 起来的时候 虽然 虽然 有 你可以看到 思念 思念的意思是说 我平常都是有离 不取其向不起谁好 我平常都有做得到 但是我思念了 还是会 發生恶不散法 恶不散法就是一夜 至少生口一夜 令心流露 你就有烦恼 这时候便要修 立愚 这个立愚到底怎么修 这也是学问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 做一个报告 当然我们 我们思念了以后 我们就要修根立愚 就 就还是要回来 正知而返 不取向不取谁好 对不对 就是修根立愚的部分 是 由是二相 就是防护株根 跟修根立愚 就是能善防护的意思 就是这里就是讲 防护株根跟修根立愚 正行平等 正行平等意思 事实上是重复 你怎么样才能正行平等 就是防护株根 修根立愚 那是再重复一下 那如果说 我们能够防护株根 修根立愚呢 我们就渐渐会能够正行平等 平等 平等 就平等舍嘛 善舌 平等位 就是平等位 就是善舌跟无忌舌 舌就是 无贪无嗔无痴的精进分 OK吗 这样子会比较好记 随事 就要解释 不取相及随好 第一个就是 这是属于不熟悉的境界 那这个我是看常伯法师的解释 给各位做参考 不只取其相 他这里讲 言取相者就是 位于掩饰 所行色中 有掩饰 故取所行相 这个已经是五句欲试了 取形相就是已经是五句欲试了 事明言所适涩中 只取其相 事实上如果说我们刚才从五心相续了 就决定心嘛 我们再回来讲 若能远离 远离如是 远是所行 就不直啦 远离就是不直 不取 不取 不是没有 就不直 如是掩饰所行 近相 事明于言所适涩中 不取其相 我们说要远离 就是不取其相 就是 要远离 要什么远离 用正念 当然我们道理懂了之后 我们要知患 我们刚才讲那个五地蜂蜜 你当你那个 尤其是贪心起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是五蜜蜂蜜 你就觉得那个 那个不合算 用算盘打一打 真的是不合算 都会因小失大的 不取谁好呢 就是取谁好者 就是 未及于眼所适涩中 眼适无间 聚生分别意识 聚生的 就是 只取所行近相 这时候 只取所行近相的时候 聚生他就会起贪嗔痴 我们刚才讲 起贪嗔痴是冉禁心 对不对 就是 冉禁心 然后还有等流 当然你要有时间去窜息 若能远离 此所行相 于此所缘不生亦是 世民于眼所适涩中不取谁好 那不取其相不取谁好 就是第一个 我们是 取其相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取谁好了 一般来就是 你不是染就是禁 那通常你直了以后 你就会 就会染 这个 成熟学校 你这样你看得清楚吗 那看得清楚 这一个 是老师在 成熟世论三性三无性的时候 是2020年10月25号的课 我觉得可以给各位做参考 那当初我们共学的时候 我想说 这个我觉得 其实我后来我听了 再听了 傅听这个课两次之后 真的告诉各位 我欣喜 就高兴了半天 就是那种认识 很高兴的状况持续了半天 所以各位有空也可以去听听看 我觉得意识是很相近的 因为大家呢 迟早还是要碰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第三本残究手册 不是要 那个是循师官吗 所影是如实至吗 对不对 就是在 在研究学习这些东西 各位你可以看 其实这个图表 虽然老师是从三性三无性里面解说 但事实上呢 他的这个 理路 他是从 解身秘境来的 各位你可以看 像就是一他起像 一他起像 就是因缘刹那不灭 这是死像 因缘刹那不灭 明呢 就是当人骗其所持像的明 相应呢 就是相属的意思 就是 你把那个 明跟那个 像 就是给他有固定的关系 就是骗其所持像 所以有没有 我们是 我们后来 世行事官 第一个是说什么 明只是明 世只是世 对不对 就是明跟明 世归世 他们都各自性差别 各个自性差别 那后来呢 那后面也有讲 如是明有如是义 怎么样 于是假立 是就是一他起 然后还有那个 程归世论里面有讲 是所取 能取 是所取近 能取向限 能取新限 对不起 那个近跟新是老是加的 那个 这是原文的部分 意思就是说 骗其所持呢 事实上就是 值那个明言 跟 这个一他起相 的那个相属的关系 那一刹那相属的关系 某一个 某一个刹那的相属的关系 事实上 我没有知道 一他起相是新流相 他不是一直在变吗 好 那我们这时候呢 相名相应呢 骗其所持相 而可了知 那当呢 我们有像 那个 辩其所持相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 一他起相生起来的时候 值这个 二曲心 起来的时候就会值 分别 能分别所分别 就是值以为原的话 一他起相 而可了知 这里的一他起相是 染一他的意思 好啦 因为我们值嘛 对不对 值就是什么 值时嘛 值时嘛 值时就是无名嘛 对不对 无名 然后呢 就行嘛 行 然后什么 是 然后呢 你值时是无名嘛 然后你会有爱取啊 你这爱取 你是杂染啊 你就是润种子啦 所以这时候 依他起相 而可了知 那如果我们远离了 我们不值的话 就是我们的政治 我们不值 不值这个名言相 那原成实相 而可了知 这个原成实相 是静依他 清静的依他起 第二段 就是说 若 就是 依他起相 就是 若能了知 依他起相 要骗记手之相 是无相之法 他为什么是无相之法 因为 真实的那个 一他起是 因缘畅那不灭的 根本你取相 起不到 你取的相只是 老师讲的是那个 冻结 某一个 时间分位的相 你把它冻结起来而已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原来的相 所以是相无自信性 他都是因缘性 应该说都是因缘性 没有自信 事实上都是因缘性 他没有固定的自信 所以能够了解 这个的时候 就是 你就了解到 明只是名 事只是是 他只是 你把它相属 把它连接起来 只是认识 认识 认识 我们认识境界的方便而已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 断灭 杂染相法 你就名将应处了 对不对 你就不是无名 你就 你这时候你就了解了 你就断 你是断杂染相法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正得清净相法 如是 如是了之 就是 这时候呢就是 如其所如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实说这个是 如果我们来套路说是 修根律语的话 如果说是我们不取相 不取谁好的话 就是不只取相 就不取谁好 那当然就是走这条套路 我们的觉知 如果我们有 按照我们的 安班念七种略语 然后去学习安班念 学安班呢 安班重点是那个安班念 不是在那个安班 是你根据那个念注 你七 就是 那个安班就像那个 孙悟空有没有 你会观察他 习如习出习出习出 但是那个安班念念注 就像那个如来佛的手掌 你就是那么止尽的去照 他的 习入习出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但是他都是在 安班念七种略语 那个念注的里面 全然的觉知 就是你有觉知之后呢 觉知之后呢 不取相不取谁好 那当然有程度 那有 我们说是有明白 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了 那状况不一样 那么 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知道 当我们 思念的时候 就是执以为原 一起扎人像法的时候 那我们就马上起了一个 无像之法 其实他 他事实上是没有像的 我们不需要去指 事实上实相都是插塌不住的 那么我们就转念回来 那我们另外一个 我们说是五滴蜂蜜 那有过犯嘛 对不对 事实上在常 都是无常的嘛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责得 那个 清静下巴 那这时候呢 我们修更律 又可以回来了 各位我只是做一个比较而已 不是一对一的 只是说用这个 我们更容易去了解 这个修更律 不取向不取随好 跟修更律于的状况 因为 老师在这一个 类似流程度的状况里面 他的善巧是在于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 我们就执以为原 我们有政治无执的话 那就是 清静的一塌起 我们执的话就是扎人 重点是 你取向不取向的问题 当我们 事实上 我们当分别人分别手 我们分别的时候就取向了 一般都取向 我们经过训练 正念的训练 才能够 串息承受不取向 这样OK吗 齐悦这样OK吗 喂 我只是在看那个 不止取 其向跟不止取 谁好这两个的分别 所以不止取其向的意思就是 其实他只是在安立名言 是吗 对 执那个名言 执那个名言 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执就是 骗迹所执自信 就是你去执他的自信跟差别 是 你去执 执实 那个 骗迹所执相 有没有 本来就有 因为 那个 二曲就是 相分 那个 相界二分起的时候 那就是骗迹所执相 但是呢 你接下来是骗迹所执 老实讲的骗迹所执自信 是你去执 那个骗迹所执相的自信跟差别 你执实了 对 那名言一定是有的嘛 我们一般来讲 对 所以那一个 后面的那一个很 就是 杂染心升起的 那个 等流相续的那些杂染心 就是不执取 谁好 你可以这样子讲 那个 只是说 我们用不同样的名言 给各位做参考 因为他这里是讲的 以执为原的话 他这里讲到 杂染相就讲得更宽 他就讲到 十二有之去 我们这边是 那个不取其相 不取谁好 是我们修更利于的 就是我们纯粹是要 那个 对付虎盖的 那这个 是不见得完全一样 那 那在这里呢 我 其实那时候 我们在 共学的时候 就有 就有学长讲说 你这个跟 不取相不取谁好 好像不太一样 一个是声文 一个是 一个是大臣为士 但是我 但是也有学长说 你不管怎么样 这个资料是好的 所以还是要分享给大家 还是尽量要 讲一下 那我想也对啦 因为到后来我们修 事群 事群之官的 讲事群之官 所以是如是 一定会用得到的 一定会用得到的 就是标准观念就是 明只是名 事只是事 对不对 然后到后来就是 如是名 有如是义 于是甲利 这些观念 当然还有后面的 那在这里呢 其实这一个 这个图表老师是非常善良 还结合了 那个 相名分别正治如如 正治如如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观念 这个 这个礼录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 给各位做 做参考 尤其他是从那个 《为士的根本经》 解释秘经 出来的 应该是任节经 就是相名分别 正治如如是取经 任节经 是任节经的 是任节经的 对 相名分别正治如如 是任节经的 那在这个礼录裡面的内容 是解释秘经的 他是用这一个方式去解释 成为士论 论文裡面的三性三无性 OK 谢谢美会学长 我们可以看 他的这一个礼录是这样 这是解释秘经 一切法相品第四 他说是 第一个你可以 相名相应以为圆 就是相名相属 那个固定关系 遍及所持相 而可了知 依他其相 上 遍及所持相 直以为圆 就是遍 遍及所持自信 去指那个自信跟差别 这是直实的意思 依他其相 而可了知 就是扎染的 那如果不止 无止以为圆 圆成实相 可以了知 那就是清静的遗他其相 他在这边呢 就是善然指 若诸菩萨 能于诸法 依他其相 如实了知 遍及所持相 如果我们如实了知 遍及所持相 他是 是明言而已 他是一时分为明言假例的 那个 当然他是无相之法 便能了知 如实了知 一切如相之法 那他是明言 那事实上 真实的状况是 因缘畅纳不住的 若诸菩萨如实了知 依他其相 便能 即能如实了知 一切雜然之相 那你这时候呢 你是根据 骗之所持相 直 就是那个骗之所持自信 直他的自信 变成差别相 那这时候 了知了 那依他其相 就能够 了知一切雜然之法 就是在解生命经里面讲的就是 十二有之 那如果我们如实了知 原成实相 就是不值 从戀神经的里面 那个所谓的 政治的部分 就会 即能如实了知 一切 清静相法 那这个 给各位做参考 有兴趣的 看一看 那没有兴趣 也看哪一天 因缘到了 再看一看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从常博法师讲的呢 他是讲比较熟悉的境界 取向就是于色境界再可见处能生作意 他这一讲的作意是有 玉律念力 境界力及 一 塑袭力 正现在前 眼见众胜 如是名为直取其向 那个 第一个 在常博法师这里有讲的 作意 人生作意有几种力 有几种力可以生作意 第一个 玉律 第二个是念力 第三个是境界力 第四个是塑袭力 就是串袭 串袭成熟的意思 念力我们根本不用学 与生俱来就会 对不对 就是 我们通常都是 都是玉律 念力的话就是我们要学 文师修我们要学 境界力 当然 有时候境界力是很大的 比如说我们碰到红绿灯 我们一定要停 不停就会很麻烦 那如果你不停会怎么样 如果警察在后面 2700 最近抓很多 最近抓很多 我昨天去 我昨天去那个 领前 昨天去领前 然后他那个路口不是很大 就是在主干道上面 但是他其他 他跟他交叉的是小路 那个红灯 那个一亮的时候 那有个骑摩托车的 有个骑摩托车驾驶 过去 大概一两秒 然后后面就有两个警察 过去 骑摩托车好像不是两千七 是一千多块 就被抓到了 我就看到红灯两秒 所以呢这个境界力很厉害 境界力还是有 境界力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 所以这个昨天 昨天我是 昨天我看到了 真的是 喔 喔 還有红灯左转 最近抓的真的是很凶 那还有 就是 串息力 硕息力 硕息力 硕息力我还记得呢 就是说 我还有一次就是 我还记得 美惠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那个 买那个充电盒 充电盒 下就是off嘛 按一下是on嘛 对不对 我有跟你讲 但是后来呢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因为我 串息力不够 那彼是 那时候因为都是交给美惠学长去回家去充电嘛 他都知道 按两次是关 按一次是开 就充电的部分 我明明是那时候跟他讲怎么操作 到后来我想不起来 真的想不起来 那后来美惠学长说是你跟我讲的 我后来我才慢慢想起来 这是硕息力 串息力不够 真的串息力不够 如果串息力够的话 就 这种小事情 串息力是很重要的 大事情不取向不取谁好 念力就很重要 好像 那个 跟各位做一个 说明 然后呢 只取谁好 那这时候呢 就是说 人生作异在前 眼见色矣 就是 取向 那个 然 彼先时 从 他 闻 有如 是 如是 言所是色 就是以前学的 即 谁所闻 明聚闻生 为其 真上 为一 为助 如是 似不 普陀 且罗 谁其所闻 种种分别言所是色 明为之举 谁好 就是啊 我们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都有 比较熟悉的 都有 都有名言 都有名言在 比如说我们喜欢吃冰淇淋 以前喜欢吃冰淇淋 现在喜欢吃甜的 但是呢 甜的好像人家说都是毒药嘛 对不对 特别喜欢 就是说 你有时候你就是 从那个 医食质量里面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我想说 吃冰淇淋 冰的又不好 又是甜的 又是毒药不好 但是看到你会照吃啊 因为你以前的那个 中的名言 那个熟悉性的名言 或者是说 另外你对人的好恶 你碰到每一 你碰到那个人 你马上就 以前的那个经验 都是名言的记忆 那个最明显的 你碰到 你碰到他你就 爱恨情仇或怎么样 以前我们说 我们碰到 就是 类似叫 以前你碰到一个人 你跟他合不来 就是叫chemistry 那chemistry就是 你跟他的话言变化不太好 chemistry不好 也就是说 你之前跟他相处 就 已经 有那种名言经验在了 所以你在碰到他的时候 你那种 就会被唤起来 就是眼见重色 就是喔 原来是他 他后面带的 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这个最多了啦 你看到某些 某个人喜欢 你看到某个人不喜欢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举 你会看到某个 某一个候选人喜欢 你看某个人就不喜欢 都是这样 你就是已经很熟悉嘛 你会看到个路人讲 你说我 那些名言会出来 不会啦 这是比较熟悉的境界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施责 又此取向 即取水好 或 有 有此因缘 有此衣处 有此真上 Anyway 就是说你会发生种种恶不善法 恶不善法 恶不善法是什么 就是 贪嗔痴欲所起 诸生于义恶行 就是 夜了 这是夜了 那个 造业的我们是说 或业就有苦嘛 对不对 那就 就不好了 令心流露 流露它这里也有定义 就是 于彼彼所缘近相 与心意是 生 就是心亡 种种相应 就是心所的种种相应 能起所有 生与恶行 贪嗔痴生 流行 游行流上 就是你这时候呢 就是 造业之后呢 造业之后立心流露 就是你的烦恼 你的烦恼一直起 一直起 一直没完啊 就是烦恼就是令心 不吉尽嘛 所以 彼于如是 色类境界 就是当然 我们讲色 还有色身相会触法 色身相会触法 远 远离 取向即取 谁好 我们这只要远离他 一样 怎么远离他 我们要正念嘛 对不对 正念我们当然是 我们当然讲很顺口就是 要对四地十二渊源很熟嘛 我们讲 刚刚讲的就是 非常的 非常的故事化就是 我们不要为那个五滴蜂蜜 因小失大 那这时候你一起贪嗔痴呢 你就容易压得住 這樣OK吗 结义 也变差别 就是他这里讲 防顾诸根就是 比于取向即取谁好 能远离 远离就是不值嘛 就是你看念头起来 你有那个作意 也认得起来 就是我们 重点还是觉知 当我们有觉知的时候 我们看有 好像有那个烦恼 前面有讲 要起没起的时候 那还是在作意 要起没起的时候 那么 我们可以远离 那这时候正念可以起来 正念可以起来 但后面讲得更好 你可以看到 修 修行律语 我觉得这一段讲的是有够好 各位可以 真的要好好看一下 因为我们常常是这样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防护诸根 就算防护诸根 可能都 时间不会很久 所以我们常常是属于要修 修律语的状态 这一段真的要好好看 我们会妄念 那当然因为我们已经有正念了 对不对 我们会妄念 我们妄念的时候 然后呢 或由烦恼及至胜故 虽 那个 读弦居 由先所见 言所适色 真上利固 或先所受 那个 耳鼻舌身意 所适法 真上利固 就是色身相畏畜 色身 没有没有 这是掩耳鼻舌身意的部分 从六根的这个部分 發生恶不善法 恶不善法是什么 刚刚讲的 就是业 就是三业 那你造业的时候 谁所发生而不执着 你不要执着 请问不执着该怎么办 怎么不执着法 这就是我们 接下来要讲的 从顺藏法 祭修其心 因为它这里的重点是除虎盖 它的重点是除虎盖 从顺藏法 祭修其心呢 就是当 你有那个静妙相起来 比如说当你有静妙相起来的时候 你有起贪心 你起贪心之后呢 你要对质 对质是用 什么 不静观 对不对 就是 随所发生而不执着 不执着之后呢 会 循便断灭 除气便吐 这是重点 断灭是什么意思 断灭是令笔现行 不相续 什么现行 恶不善法 先断它三业 生口业 尤其是生口业 你先断生口业 你先断生口业 第二个是除气 令笔朱禅 不现行 就是你烦恼禅不现行 赤地的 先断生口为主的 然后再断烦恼 就是烦恼不现行 还有变兔 令笔种子不随足 这功夫又更好 种子不随足 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那个 种子 把那个烦恼种子 给它冷冻起来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是说 我以前知道那个充电的 充电器按两次是 关 按一次是开 就我忘记了 所以那个 那个种子 那个记忆种子 已经被 不是在 在冰浆来讲 不是在冷藏 是已经在冷冻 就是你不容易把它叫起来的意思 它种子还在 这首好胸根绿 好啦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各位 各位学的都不会有白費 各位 全部都会 我后来发觉 学来学去都可以 都可以做串来串去的 卷30 我们 之后我们会在六门教授行定论裡面 介绍的九星柱裡面 九星柱裡面 內柱等柱安柱靱柱 调顺极境 最极极境 专注一句 以及等辞 九星柱 等辞就至少一句定以上 其中 最极极境 为思念 就是因为我们有在修 我们事实上 我们常常在修行的 这时候的思念 我们以前也讲过 极比二种 战现行时 二种是什么 就是 烦恼禅 跟恶寻师 因为他那个极境裡面 有谁有讲 烦恼禅跟恶寻师 谁所 后面有讲 谁所 生起诸恶寻师及谁烦恼 就是五概 能不忍受 循即断灭 除浅 变兔 事故名为醉极极境 各位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吗 断灭 除气 变兔 断灭 除气 变兔 谁所生起 的时候 恶寻师跟谁烦恼 能不忍受 就是马上就可以 马上就可以反应 这也是一样 谁所发生 而不知 马上就可以反应 就是老师说的 你第一念 你已经做了 你已经造业了 你第二念 你可以回得来的 这个是已经 这种程度 已经在最极其境的部分了 请问我们平常在哪里 我是说平常在哪里 各位你可以看 我们一般来讲正念念注的话 是只有在进注而已 但是进注的时候 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十种乱象 八种二心术还有五概 还要处理 还要处理 所以 九种心术 我们学习九种心术的 我们这个课 选与九种心术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惠林学长教的安班念 到后来安班念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 第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达到九种心术 至少到预界定的目的 当然这时候我们要有足够的正念 因为你 你没有正念光属席 没有用的 一定要有正念 一定要很 很足 正念就是四地十二因缘 你要很熟 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五地蜂蜜的 那一个 知患的能力要很熟 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练习 练习九星柱 练到最极极境的时候 我们大致上就可以有这种功力 如果没有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练 面对现实 我们慢慢来去练 所以我想说 在四种 接近四音里面 跟绿鱼的篇幅是比较短的 但是它应该 比较没有那么好做到 只是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心修 你看看至少在 你要坐到这里至少常常都要在最极极境 那我们要修到什么时候 那 那 那个李老师以前讲的说 他呢 平常就在调顺柱 然后再几个呼吸就等迟了 就预界定了 就等厉害 请问我们平常在哪里 我们自己摔一下 我们平常在哪里 那我们 如果呢 要 安班 你要练安班多久 你才能够到最极极境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未来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都是 很实修的 很实修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是说 在修 修利于这一部分 我真的是 看到了一个方向 可以让我们愚行的 我们就真的是一定要做 那安班念真的是很重要 修定可能有很多方法 但是安班念是 佛佛讲的两个甘露门之一 所以安班念真的很重要 便随应 这时候 他有应策发不应策发 他这里呢 就是讲的当然正念策发 如理的策发 不如理的不策发 大致上是 大致上是这样 那这里各位文很清楚 我就不再念 还有略意 第一略意 你可以看到能防护的就是 是 就是防守正念 常委正念 他是这里 这里来是 我们常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要文师修 其实重点在文师修 我觉得更例于重点在文师修 能够 能够不取向不取谁好 就已经是验收了 能防护就是我们的根 防护眼根 还有眼耳鼻舌生意根 六根 防护我们的六根 从何防护就是我们的层 就是当我们见到可爱不可爱的色 到色身相会触法的时候 能够正防护 就是谈根层次的关系 如何防护就是不取向不取谁好 你怎么样才能不取向不取谁好 那就是 要文师修 我们重点还是文师修 要有正念 那如果说你 我们还是有恶不善法 失念了怎么办 那我们修根利于 那如果这些都做好了 那我们就是正防护 由正念 防护意 行平等位 不分不掉 那这是第一列欲 第二列欲 讲的更重点 就是防护方便 就是他讲他的防护方法 防护的方法就是讲 不取向不取谁好 如果呢 还是 就是这里讲的就是 一言而鼻子的生意 这都是一样的 那这里讲如果说发生恶不善法 就是有业 造业了之后 令心流露 你就烦恼 贪生之烦恼 一直流露了 就要修根利于 那方法就是 不取向不取谁好 修根利于 所防护的就是我们的柳根 正防护呢 就是尤其正念 防护意一直到平等位 这是第二 第二个列欲 其实你可以看到 第二个列欲就是 他的重点就是 不取向不取谁好 修根利于 那怎么样才能不取向不取谁好 防守正念 常委正念 怎么样才能防守正念 常委正念 这样我们文师修啊 一步一脚印的做 色恶所 辨恶所色 就是修根利于里面呢 他有施责力跟修习力 两种 也不急啦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讲 那客后仪轨谢谢 大众请合掌 请一起随念 普贤谨重记 及普贤行愿品回向记 四日已过 命意水简 如扫水鱼 师有何乐 当情清净 如旧头燃 但念无常 圣物放逸 文书施力勇猛至 普行会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书圣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沥 阿弥陀佛